在美国的武器库里面,反舰导弹有两种,一个是战斧反舰导弹,一个是鱼叉反舰导弹 只是后来战斧专注巡航导弹发展,就把反舰任务交给了鱼叉 谁知道现在美国就是重提,再次把战斧反舰版提了出来 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美国海军计划于2024年开始为其核潜艇 装备战斧巡航导弹的对舰打击型,也就是战斧Brucker 5A版本 部署这种新型战斧,有利于扩充美国不断增长的反舰导弹武器库 能与潜艇发射的鱼雷形成互补 以加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乃至印太的军事力量和部署 本期我们就来聊聊战斧Brucker 5A的故事 战斧Brucker 5A又被称为海上打击型战斧 这种导弹于2021年推出,可从水面战舰或潜艇发射 配备经过改进的导航系统与多摩导引头 令战斧这种远程亚音速导弹具备了反舰能力 据悉,该型反舰导弹将部署在洛杉矶级 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上 这些潜艇原本就可以携载12枚对陆攻击型战斧巡航导弹 而某些弗吉尼亚级潜艇的改进型 更是可以携带多达40枚导弹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不仅自己要装备使用 在此前,美国国务院批准的一项价值23.5亿美元的对日本军售中 也包含了具有反舰能力的战斧巡航导弹 总数量为400枚 可见美国十分注重自己在西太地区乃至在印太地区的地位 提及反舰版本的战斧 最早可追溯到1993年的战斧四计划 该计划的目标是研制一款既能承担起常规对陆攻击任务 又能承担起反舰任务的战斧导弹 同时还要横向发展出战斧反潜、战斧无人飞行器 以及能满足从海空等多平台发射要求的智能化精确打击武器 但由于技术性能要求过多过高 加上预算超支等诸多因素 美国直接砍了战斧反潜导弹、战斧无人飞行器等项目 且战斧四计划也最终在性能和成本之间做了妥协 在外形、尺寸和重量没有太大变动的前提下 战斧四的飞行速度提高到0.82马赫 最大射程达到1667公里 成了一款不适合攻击移动目标且用途单一的巡航导弹 远程反舰任务依旧由射程只有465到556公里的战斧B1来承担 但美国没有放弃 2020年美国海军上校约翰·里德在1月中旬举办的2020年海军联合论坛上 汇报了战斧系统升级计划 这便有了最新型的战斧五巡航导弹 战斧五包括了三个型号 一是在战斧四的基础上换装新型数据链 无线电天线和导航系统 以提高抗干扰和二次攻击能力的基本型 二是战斧五A型 也是本期主角 三是战斧五B型 该型弹是配备了更适合攻击坚固目标的联合多效应弹头 是一款对陆攻击巡航导弹 战斧五A型最大的不同 是其在换装了适合打击海上移动目标的 新型多模复合导引头后 被称为美国版的反航母导弹 今年九月份时 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 就向雷神技术公司订购了一批价值 1.243亿美元的MST导引头 该导引头集合了被动雷达制导 和毫米波主动雷达制导 甚至还可能包含有红外成像制导组件 具备自主目标识别能力 可以不依赖外部信息源自行搜索 跟踪和攻击目标 还可以对目标打击的效果进行评估 并回传数据 其配备的UHF双向卫星通信模块 与战斧四行一致 都可在飞行途中 接收攻击目标的诸源信息 而目标信息的更新 既可以是卫星 也可以是己方或其他盟友的空中平台 即时且高效 在战斧5V反舰弹飞抵目标附近后 就会开启MST导引头实施攻击 为什么要研制反舰版本的战斧 有什么好处和用意 美国海军的实力有目共睹 但在面对来自远程反舰导弹威胁时 相对而言是比较虚弱的 曾有美国海军官员表示 远程反舰导弹 有可能会成为美国海军 进入关键任务区域的阻碍 为此 美国海军就需要一种 可在短期内获得的类似武器 以对抗敌对水面舰队 而言之战斧5V反舰导弹 就是想让其扛起 美国远程反舰的大旗 就目前公开的消息来看 战斧5V型反舰导弹 对水面舰艇的威胁确实较大 首先其超过1600公里的射程 就足以使敌人的水面舰艇 无法做到全程侦测和监控 即使侦测到 一般水面舰艇上的远程舰空导弹 也无法在上千公里外进行拦截 这种在对手反水面舰艇 火力打击圈外的攻击方式 对于舰艇数量持续下降的 美国海军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其次抗干扰能力强 战斧5V由于采用多模复合制导技术 一些传统的舰载电子战设备 根本对其构不成威胁 只能靠中程舰空导弹 禁防导弹和禁防炮实施硬拦截 这相当于强化了美军舰独立的 反舰作战能力 在此之前 美国海军的反舰作战 大多是依赖航母舰载机 并且由于美国11艘航母的绝对地位 他们几乎就没有经历过 高强度海上对抗 导致其缠弱的反舰能力被掩盖 最后是战俘五维的攻击样式多 除了传统的预定攻击方案外 还可采用待机或备用方式攻击 即根据战场态势 对新出现的目标实施攻击 甚至是进行紧急攻击 提前将战俘五维反舰导弹 放射至大致方位 待其抵达后进入待机状态 在任务规则中心完成对目标的识别和跟踪后 再通过双向卫星数据链完成目标分配 这种攻击方式非常适合于10米目标和高价值目标 所以今后美国如果让自己的水面舰艇和核潜艇 携载更多个型战俘巡航导弹 就可以对潜在对手的远程对空警戒雷达 和远程防空导弹系统构成较大威胁 只要战俘五维反舰导弹 在水面防空网撕开一个口子 后续对陆上目标的攻击成功率就会提高 真正实现了何尝兼备和一弹两用 既可以对地打击 也可以对慢速一度目标实施打击 让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反舰能力获得提升 也进一步促进了美军弹药通用化的发展 当然有人会觉得 美军只要研发并让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服役 战俘五维的地位就有可能会被取代 但关注俄乌冲突的朋友应该都能看出 用远程精确制导的舰载巡航导弹来打击陆上目标 依旧是未来海军的主要任务 尤其是在面对拥有较强防空体系 火力和空情保障能力的对手时 有人驾驶战机的作战范围和强度会受到极大限制 完全不及巡航导弹的作战效率高 就目前而言 战俘五维反舰导弹 是美国海军以列装的AGM-158C空射远程反舰导弹 最好的补充 极大提升了美国海军的远程反舰能力 AGM-158C导弹射程超过600公里 可由美军F-18EF、超级大黄蜂、B-1B枪骑兵 P-8A反潜巡逻机以及F-35等战机发射 根据美媒说法 AGM-158C导弹还可兼容水面舰艇 使用MK-41垂直发射系统发射 和潜艇从水下发射 综上所述 战俘五维反舰导弹所拥有的1600公里射程 已是世界反舰寻航导弹的极限 和其他型战俘五巡航导弹一样 兼顾了多用途、远程精确、模块化程度高 通用性好等多项优势 同时也符合美国海军提出的 分布式杀伤战略概念 今后携带有战俘五的美水面战舰或潜艇 将成为一个独立的反航母火力平台 可以迅速嵌入美国海军现有的作战体系 给水面目标造成一定的作战压力 不过战俘五巡航导弹 就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 仍有一些值得升级改进的地方 如它的飞行速度仅为亚音速 飞完全程耗时将近两小时 这为敌对空侦测筹创划多层反导拦截提供了窗口时间 然后是刚才提到的战俘五的待机攻击方式 虽然比较适合攻击10米高价值目标 但采用这种攻击方式时 导弹的飞行高度较高 至少有8000米 而这个高度的空中飞行物 却是如今陆基远程防空系统 或远程区域舰空导弹系统重点关注的对象 这无疑增加了突防难度 最后由于战俘五巡航导弹追求极致的通用性 这就导致这种导弹的外形 并未进行隐身修行和红外隐身处理 即便是战机搭载的配有红外成像导引头的空空导弹 也能轻易的将其击落 由此来看 战俘五还是有很大升级空间的 至于战俘五为反舰导弹核实部署 赫西海军上校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海上打击战俘将于明年10月1日后部署 不过美国海军潜艇部队司令休斯顿中将 在给彭博社的一份声明中说 他也希望尽快部署海上打击版战俘导弹 但他也指出 采购现代化和部署的时间表是动态的 受到工业基础和造船厂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可见能否如期部署还是个问号 假如战俘五为反舰导弹能如期部署 就正好能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其他计划相互配合 提升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如复制者计划 美国计划在2025年2到8月期间 在印太地区部署数千架无人机 与此同时 美国还与英国和澳大利亚 建立了名为奥库斯协议的新兴安全联盟 三方在12月1日宣布了该联盟的一系列计划 其中一项是三国将把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 安装到P8A 反潜巡逻机等多个武器系统上 这些人工智能算法 将对三国投放到海洋中的 微型声纳浮标所获数据 进行实时处理 目标是能够最快追踪到 太平洋水下的各型潜艇 可见美国正以多元化的军事部署 提高了自己的全球战略威慑力 好了 关于美国明年部署战俘委反舰导弹 以及在印太地区的多元军事化部署 大家有什么想要补充的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